詞曲 李宗盛 詞 李宗盛 詞 曲 李宗盛 我很喜歡這個節目 我現在坐在那裡能看到其他投稿修演員的表演 我很激動 但是我現在明白了 沒有字幕的話我都聽不懂他們在說什麼 對於像我這樣的信念來講 一開始的自我介紹是最最重要的 有些人在自我介紹的時候會說一些簡單的笑話 如果說的很有意思 就能給人家留下幽默的印象 總的來說 需要根據自己想給人家什麼樣的印象 來好好考慮自我介紹的內容 那我要自我介紹一下 大家好 我是今年二月來到上海後 已經好好被隔離的安全的日本人請多多關照 因為對我來說 給人家安全的印象比幽默的印象更重要 首先我最近心碎了 像我這樣的日本人來講 中文的發言是挺難的 一個詞一個詞 我是通過查電子詞典或者手機來決定 每一個詞的發言是什麼樣子的 然後好好練習後才上台講的 但是我講完後 有些中國人對我說 你的中文很像手機裡的嘴唇 看來我太依賴數碼產品了 請大家不要問我明天的天氣怎麼樣 我以前回日本的時候 是很久很久以前回日本的時候 我找朋友一起去吃飯了 那個時候我朋友問我 你已經會說中文了嗎 我跟他說 嗯 簡單的中文的話我都聽得懂啊 但是我朋友一副不相信的樣子 因為我朋友以前也考過我 坐在旁邊的中國的旅客 他們在聊什麼 你聽得懂嗎 那個時候我答不上來了 所以我想拜託大家去民國旅遊的時候 請盡量別用廣東話 其實跟中國人一起去過KTV的外國人 都會以為自己聽不懂的中文 都屬於廣東話 沒想到今天來自廣東 他脫口修演員也太多了 我朋友最近開始學中文了 快要學一個月了 他特意拿出來了中文的課本 然後就開始考考我的中文水平 但畢竟是初級的課本 內容都很簡單 小林 馬上給你是什麼意思 我回憶了一下 人家跟我說這句話的時候 他們過了多久把東西給我 就說 大概五分鐘以內 或者明天給你的意思 謝謝 還有我考試的時候第一次聽到了我朋友的中文 他的中文的發音 果然還是有很重的日本口音 有可能大家從來沒有見過這樣的人 我想問一下大家見過日本口音很重的人嗎 啊 看起來好多人見過 那 大家給我一點點面子行不行 剛開始學中文的日本人碰到的第一個問題就是支持式的發音 剛開始學中文的日本人碰到的第一個問題就是支持式的發音 我們剛開始的時候 式發成細 扎發成加 所以如果有難過的事情 說我扎心了 也會變成我扎心了 人家跟我說太好了吧 因為在日本學的話 這個口音的問題無法解決 我想說標準的普通話 所以我來了上海留學 有可能我去北京留學的話 我的發音會變好一點 你在哪裡學了中文 我嗎 北交 真的 真的好帥 外國人用中文的時候 最擔心的是 自己說的中文有沒有被人誤解 但是這種語法上面的問題 外國人跟外國人用中文交流的時候 根本不用擔心 因為雙方都不再會講中文 用不著那麼考慮說話的方式 我留學的時候 同一般的外國同學問我 小林 你家有貓咪嗎 我說 嗯 我養過貓咪啊 然後她說 養過 所以 已經死掉了 雖然講的不太合適 但是我也能理解對方這麼說 不是故意的 所以我也不會在意 我留學的時候參加了一個活動 和一個在北京留學的日本人 有過一方交流 我想確認一下 在北京留學的日本人的口音 是什麼樣子的 為了讓她用中文 我故意用中文問她 你是不是覺得在北京留學的話 我們的發音會變好一點 她說 嗯 我覺得 是 嗯 我覺得我的發音也算是不錯 我跟她說了 對不起 我好像不明白你在說什麼 謝謝大家 拜拜 大家好 我是蒙恩 嗨 大家好 我是蒙恩 就是 就是真的你們看我現在的樣子 你覺得我會是有遺憾的人嗎 我真的 我覺得我就是那種 我一輩子不會遇到什麼大事去遺憾 但是我可能就經常因為一些小事耿耿於懷 我最近遇到的最遺憾的事 就是我去年去日本沒玩好 我真的想跟你們分享一下 大家經歷也避免你們踩雷 就是首先 如果你們出去玩的話 第一件事 一定不要因為省錢 去選擇做廉價航空 我不知道你們做過那些聯航沒有 我做的那個 就它飛機上的硬件設備和它的服務水平 給我的一個感覺就是 火車飛上天了 我那一路癲的呀 我的天哪 就人家的飛機是偶遇颠簸氣流 我那飛機拖運了兩箱氣流走 好不容易不癲了 空姐推這個小桌就出來賣東西來了 她真的是在推銷 推銷面膜和刮虎刀 就在她那個顛簸的節奏 還有她那個激情的叫賣當中 我真的恍惚了我跟你們說 就是我本來想問空姐 就說到東京還有多久 結果我脫口而出 我說到東京還有幾站啊 那空姐回答得更可欺 我都分不清她跟我幽默的 還是她以前職業病犯了 她說下一站到了 睡吧 換床的時候叫你 然後去了日本 去了日本之後 我不知道為什麼 每一個朋友都要讓你去日本 帶很多藥回來 對吧 什麼製痘的 驱蚊的 止痛的 還有帶什麼就是防止腳後根幹裂的 我當時我在日本我什麼也沒幹 我就幹藥妝店的你知道嗎 我當時感覺我就是 我就是當代徐福 然後而且日本的那些藥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這種感覺 其實它很積累 它沒有多大用處 就是那種治大病不行 但是那小病不治也行 是吧 我上次我當時甚至想過就是 徐福當年東渡啊 不是沒回來 回來了 又被秦始皇趕走了 你們想像一下 秦始皇躺在床上都快不行了 然後這個時候徐福拿的藥過來 一通噴 秦始皇說 這樣能長生不老嗎 徐福說 能屈蚊 這樣啊 能讓你走的時候呀 旁邊清靜一點 真的沒有用 而且我跟你說最過分的是什麼 最過分的是我一個朋友 他讓我帶一個藥 這個藥什麼療效都沒有 唯一一個作用就是 吃了它之後 能夠讓你排出來的東西 變成彩虹色 我都不知道他為什麼要這玩 哥們是沒見過彩虹嗎 還是怎麼樣 哪買的 我都不知道該怎麼跟那些服務人員解釋 你知道嗎 我英語不好 那日本人英語更差 我就跟他說 我說 一日二個 波子 鼻掌握好一本賣影 是多麼的重要 然後我住的那個民宿也非常的差 我的那個淋浴室 下水到堵了 我的女朋友就去打電話找老闆 就是我這時候發現一個問題 就是一個英語好的人 和一個英語不好的人交流 會非常有障礙 但是如果一個英語不好的人 和另一个英语不好的人交流 那简直是沟通无国界 我女朋友英语还行 但是她就下水到堵了 这种比较生活化的东西 她也解释不清楚 日本老板也听不明白 我实在看不下去了 我说我来我来我来 那一天后就说 You know 就是你们知道 英语好不好 你说话先You know呢 You know My bathroom 下水 Under groundwater 我女朋友当时就像你们这样笑我 她说Under groundwater 你怎么不说你是Under groundwater呢 但是你们知道 那个日本老板说什么吗 那个日本老板说 Under groundwaterいます 哥们听懂了 到了最难的地方 堵了怎么说 我当时想想 My underground water Yesterday But today 蹲蹲蹲蹲 进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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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分钟不到 老板拿着皮穿就上来了 而且那个民宿 其实它的隔音非常差 我旁边住了一位外国人 带了一小孩 全世界的小孩都一样 半夜不睡觉 往死吵吵 然后我就听见他就说 Daddy 后面我也听不懂啊 然后但是 然后他爸很有素质 他爸就说 Baby 结果小孩说 OK 我当时凭借我 仅听懂的三个英文单词 和当时的语境 我分析出 那爷俩的对话是这样的 爸爸 我睡不着怎么办呀 宝贝 你要是睡不着啊 你让旁边那屋也别睡 好的 今晚咱们谁也别想睡 我忍不住了 我一定要出去跟他理论 虽然我只会一个词 就是shut up 我为了让他听懂 我专门在屋里面 拿着手机 听了三遍shut up的发音 出门之后 正好旁边老外也出来了 结果大哥是一黑人 我当时我shut up 我就说 Welcome to Japan 其实我出去玩的时候啊 我每次就是有个什么习惯 就我不希望让别人看出来 我就是那种第一次来的人 就显得很声色啊 对什么也好奇 我特别希望就让我显得这样 我对这儿很熟 我经常来玩 然后我甚至觉得 我不说话 我在日本街头走的时候 人们真的会觉得 我就是一个日本当地的哑巴 除了这点之外 就是千万不要去那种网红店 然后日本最火的一家网红店 就是周杰伦去过的那家奶茶店 我觉得那家店 就是在利用周杰伦 在骗中国游客的钱 那家奶茶店 他就在门口写了一排中文 只有中文写的 亚洲天王周杰伦爱喝的奶茶 然后他在上面放了很多小电视 就循环播放那首MV 就说好不哭什么什么什么的 我当时就心想 排队的估计全是中国人 我就说 我们的钱就这么好赚吗 我能要是这样的话 我就在附近商场 我就找一个洗手间 我包下来 我也写一个牌子 亚洲天王周杰伦来这上过厕所 我在厕所里 安上小电视 也放周杰伦所有MV 你们上厕所也能看 然后之前上的 哪里有彩虹 你碰Rainbow 谢谢大家 我是孟文 大家好 我叫周奇墨 谢谢 说实话 我来参加节目呢 其实就是想给自己 增加一点曝光量 我希望从此呢 能赚点钱 我挺想挣钱的 其实 我感觉我有时候 想钱都想瞎了心的 你知道吗 我有的时候 经过彩票站的时候 我就会想 我要不要给命运一个机会 会不会命运一直很想帮我 但一直没有渠道 会不会我每次经过彩票站的时候 命运都很着急 说你倒是进呢 你进去 我就能给你安排 咱得走个形式啊 没有 没有钱 而且不光没有钱 有的时候呢 我还得一直小心着 别人想从我这里 多赚一点钱 我有一次 去药店买药 就是一个很普通的感冒 我进去以后 我跟那个店员说 麻烦给我拿一盒感冒铃 那个店员点点头 然后从柜台里 拿出一盒很贵的药 说你吃这个吧 这个是特效药 见效快 我一看那个价格 我说 那个 我也没有那么赶时间 这个 平时生活节奏挺慢的 你就给我拿感冒铃就行了 不吃是吧 然后他又从柜台里 拿出一盒很贵的药 我说你这个也不是感冒铃啊 他说啊 这个也零 我当时就很恍惚 我想 为什么 为什么我的中文 现在起不到交流的作用 为什么语言传达不了信息 然后就在我恍惚的时候 那个店员问我 说你咳嗽吗 我说有点咳嗽 那得配个纸咳的啊 发不发烧 我说我倒是不烧 那也得配个退烧的啊 当时那个柜台上 放着三盒药 没有一盒是感冒铃 我透过那个柜台的玻璃 我能看见感冒铃 就静静地在下面放开 那个店员给我的表情是 没有人从我这里 拿走过感冒铃 当时想 怎么呢 现在买钥匙得抢吗 说得哪天半夜 拿把菜刀过去 给我 不是钱 感冒铃 你看你脾气这么大 你是干火太棒 你知道吧 你这个特效药 你气一下火 我当然知道我不能抢 所以我想怎么办 如果我下次再去他们家买药 我是不是可以后发之人 我先消耗他所有的耐性 比如我进去以后呢 我先回避他所有的问题 对吧 我一进去以后 他说买药啊 我说啊 随便看看 你想买什么药啊 你们这儿都有什么药啊 这话说的我们这儿什么药都有 你有什么病啊 你看我想我什么病啊 他说不知道 但你肯定有病 是吧 然后我俩的对话 就越来越虚无 越来越飘渺 到了第十句话 以后他已经崩溃了 可是存在先于本质 我说怎么定义存在呢 都叫干啥 我哪会干猫铃 给你不就完了 干活有点忘 其实说实话 大人的钱还不是最好赚的 对吧 最好赚的是孩子的钱 因为父母特别舍得 在孩子的教育身上砸钱 包括学英语什么的 我有一次 在一个酒吧里 看见一个小男孩 拿着派的在那儿学英语 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 父母带他去那儿 关键他第二天 怎么跟同学吹牛 哥们儿昨晚去酒吧了 学了一晚上英语 然后他那个派的上吧 有一个口语软件 上面会显示一句话 这个小孩要做的 就是读这句话 当这个软件识别出来以后 就会给他发出 这种虚假劣质的欢呼声 然后那天啊 可能是因为酒吧比较吵 所以这个小孩 前几次读啊 这个软件都没有识别出来 他就在那读 I like summer Do you like summer too I like summer Do you like summer too 然后一遍比一遍 声音大 到了第五遍 I like summer Do you like summer too Do you啊 Do you 然后全酒吧就安静了 所有人的目光 都看向这个小孩 关键呢 在这个酒吧的一个角落 坐着一桌老外 背对着这个小孩 在这桌老外听来 就感觉是 中国人坐在酒吧里 然后你听见背后有人喊 我问一下 有人喜欢夏天吗 我问一下 有人喜欢夏天 没有人 夏天 没有人喜欢 就感觉这个人 特别需要人认可 所以那个老外 头也没有回 在那喊 Yeah I like summer 小孩一下就愣住了 没有想到 这个软件的音效 这么逼真 我一抬头发现 那边有个老外 但他可能之前 一直在跟这个 软件里的AI交流 他不知道怎么跟真人交流 不知道怎么回答 我估计在这个时候 肯定在想 为什么 为什么我的爸妈 不给我在派特里 装上五腰套 个在线青少儿英语 还有我的第一次 我也是 太难见了 百年一见 那有真人 外国老师 一对一实时互动 视频还不要钱 为什么不说 否则现在 哪至于这么尴尬 当然这都是我猜的 因为他当时 没有说任何的话 他当时就是 看了一眼 然后默默地低下了头 点到了下一题 I like winter Do you like winter too? 他就老外 Yeah I like winter I like whatever the f you like Just shut up 然后那个转圈 Woo 谢谢大家 Hey what's up ladies and gentlemen You good? OK let's have some fun 大家的英文都很好的样子 大家好 我叫豆豆 前段时间呢 我下载了很多的app 用来买菜 我发现现在很多的app 他们的验证方式都很有趣 最常见的就是 四个七纽八歪的英文字母 那个x长这个样子 那个h更过分 长这个样子 那个k啊 长这样 就每一个英文字母 都像在参加女团选秀一样 我就经常数错 因为我是个女团爱好的人 我经常错个 十几二十次的样子 我就发现 现在的算法 非常的精确 就是当你错的次数足够多 系统会自动地 把难度降低到 跟你智商相对应的等级 我经常三个a一个b 通过验证了 我就在思考一个问题 就是这样的验证方式 是为了筛选掉哪些用户的 肯定不是我这种 虽然愚蠢 但是很有耐心的用户 难道是那些 从小学习特别好 见不惯别人字写的 特别差的学霸吗 但是他们又是优质用户 对吧 而且这种验证码的存在 会让老师特别地难堪 我小时候就经常被老师说 逗逗 你看你这个写的啥呀 字你都写不好 长大之后你能做什么呀 我长了之后 可以设计验证码 我努努力还能当个医生什么的 听得懂这个段子的 就是听脱口秀的优质用户 现在还特别流行一种验证方式 就是在屏幕的左边有一个拼图 在右边有个相对应的空隙 你要把拼图滑到空隙里面 这个时候系统会提示你 你用了多少多少秒 击败了全国多少多少的用户 我不知道为什么 像我这种二十三四岁的热血男青年 会不会突然激发出那种胜负的欲望 有些时候我明明通过了验证 我还回到这个验证页面 我要再来一次 刚才是一点三秒 啊啊 not my best I'm going to try it again I'm going to be the one 他这个太强了 他这个成功表演顶下去 我就发现这些app 他们在被下载下来之后 丝毫的没有想要 跟自己的用户保持距离 他们每一个app 都想要全方位的 快速的热情的了解 每个用户的喜好 他想要获取你的定位 打开你的相册 打开你的麦克风 前段时间我下载了 一个著名的app 这个app它会在你想要入眠的时候 播放一些白噪声 比如说下雪的声音 婴儿喝奶的声音 好羊奶 选蓝盒 蓝盒没羊奶 全羊无配方 好喝又营养 篝火的声音 来帮助你快速的入眠 绝 仿佛没有打过广告 这个app 它居然想要打开我摄像头的权限 你是要看看我到底有没有睡着呢 我觉得人和科技之间还是要保持距离的 不然你不会觉得自己下载的是一个app 你会感觉自己交了一个非常粘腻的网恋的女朋友 他想要读取你的定位 打开你的相册 打开你的麦克风 还有摄像头 对吧 而且每一个app 跟那些缺乏安全感的女生都很像 她们每天每天会重复问你一个问题 她想要让你对她做出评价 你喜欢我吗 我好看吗 写到评论里 right now 告诉别人快点 对不对 大家可能没有意识到 现代科技发展到了一个什么地步 前段时间我还下载了一个运动里的app 我听到还特别喜欢下app 这个app我研究了一下 你可以在上面云直播自己跑步 这就意味着有人可以云观看你跑步 他们甚至可以为你喊加油 你说到了一次加油 朋友们你们知道 我上一次跑步被别人观看是什么时候吗 是我高中大扫除的时候 跑出去打篮球 被我们叫到有人抓住了 把我们在村上跑圈 来呀 跑起来 打篮球不是很厉害吗 我觉得跑步是一件很私密的事情 因为它的过程很长 但我只想让你看到我的结果 我跑完之后瘦了 自我提升了 多少人在朋友圈发的都是跑完之后的路线图 没有人会发自己跑步的时候动图的 开两圈 没有人会发这个的 对吧 而且你们能够想象 许哥 我跑着跑着耳机里传来教导主任的加油声吗 哎呀 跑起来呀 好了 你觉得这很厉害了 我今年24岁了 我发现到了我这个年龄 我跟长辈之间的距离好像慢慢地拉远了 有些时候是被迫的 因为他们越来越不懂我了 我的外婆就不理解我 为什么不爱吃早饭 其实现在很多年轻人不爱吃早饭 早饭在我们生活当中占的比重很小 我们可能一片面包 一杯咖啡 一听的生活就开始了 但是在长辈的概念里面 早饭是很隆重的一件事情 我们家早上要炒菜的 要煮一锅粥 一大锅粥 共一家人喝 每一次外婆把那锅粥端到桌子上的时候 我都会产生一个疑问 我们家有这么多人吗 How many people are there in my family 那锅粥啊 从早上六点钟开始煮 差不多到九点钟我去喝 那就不是一锅粥 那就是一锅饭 加了水的饭 湿润的饭 我们家早上喝粥用筷子的 那锅粥厚的 我把筷子插在那个粥里面 那个筷子能够站在那 然后像小区门口的停车杆样 缓缓滑落 我是真的喝不下去 但是我的外婆更不能理解我 为什么到了半夜十二点 我喜欢看一些吃播 现场有喜欢看直播的朋友吗 有喜欢在半夜十二点看直播的朋友吗 我不知道为什么 像我这种二十三四岁的热血男青年 到了半夜十二点 身体上有个开关被打开了一样 我对食物的那种渴望啊 Oh my god I'm hungry 真的是 他的语气词全是用英语来完成 而且那些up主 那些主播 他们吃的那些垃圾食品 好像越多我越开心 十桶泡面 二十个鸡腿 因为这种事情 你平时敢想不敢做 但是有人替你做了 你就满足了心中的那种 好奇心和犯罪感 对吧 这种理念 你很难传达给外婆 他也理解不了 你举不出那种特别健康的例子 没有人直播的时候喝粥的 你打开任何一个直播软件 没有一个主播会说 各位老铁 今天咱们喝粥 一大锅 我看弹幕里有朋友说 这是饭 这不是饭 这是外婆煮的粥 好吧 谢谢大家 谢谢 大家好 我是广志 谢谢 我们这一组的阵容 大家也都知道了 我那另外两个对手 实力也不是特别的强 不然跟周青梦 其实这样的 本来是这样 是忽兰选了我 然后周青梦想跟忽兰 然后巅峰对决 然后他又选了忽兰 但是我们这个赛制 很可能会出现一种什么局面 就是他俩巅峰对决 然后把我淘汰了 你知道 最近出行的话 大家都会喜欢戴口罩出门 对不对 其实我挺喜欢这种感觉的 因为很多人跟我说 口罩可以遮丑 我刚开始我相信了 但我后来发现 就是口罩遮丑这个事情 它也得分人 因为有些东西 它是盖不住的 你知道吗 你就像比如像我这种人 就即使我戴上口罩 就你看不到我长得有多丑 但你从我整体的 这个气质当中 就是你能隐约的感觉出来 就是 这个货 它不好看 那种感觉就跟刮奖是一样的 就虽然说你刮奖 虽然说你戴上口罩之后 就只露了一双眼睛 但你刮奖 刮出个蟹来 还接着刮嘛 就给它垃圾分类了 就不刮了 就是其实我 我最近反思过 我自己的这个颜值 其实我觉得 我是属于那种 长得不是特别的丑 但我说我自己丑 也不违和的那种类型 就等于是 我觉得我是那种 我长在丑和帅 中间的那条分界线上了 你知道吗 就怎么说呢 就等于是 我的颜值是属于那种 就近可攻退可守的 像李淡那种 就属于是一手难攻的 因为我们节目 已经播了一期了嘛 然后我的好多朋友 他们看到我 上了那个节目之后呢 他们就觉得 我现在已经 挣到了很多钱 其实并没有 其实我们录这种节目 选手是没有钱的 我现在不仅 没有挣到钱 我还往里搭了很多钱 因为我每次打车过来 来回的话 要三百块钱 就是录到现在的话 我已经往里搭了 就四千多块钱了 我就这么跟你们说吧 就是如果 那个打车的报销 再不下来的话 我就得退赛了 我上次讲到这个地方 有一个观众说 那你为什么不坐地铁呀 我说因为片场周围 根本就没有地铁站 然后他说 那你为什么不先坐地铁 然后再骑一个共享单车呀 我说因为我是一个明星 可以啊 我们家真的 离这边特别的远 就是我们家是住在 在另外一个郊区 在宝山那边 就是特别宝山 就是七少年 在终点站那个地方 你们有人知道那个地方吗 你们都知道了是吗 你们好穷呀 真的我们家住在那边 就是 如果你没有住过 终点站的话 你可能没有那种感受 就我住的那个地方 它交到什么程度 就是我第一次 出了那个地铁站之后 我看到地铁站旁边 竖着一个警示牌 那个警示牌上写的内容是 严禁捕捉野生动物 为者追究法律责任 就看到第二句话 我心里还稍微有点欣慰 因为这个地方 它起码它有法律 而且我们家还不在地铁站附近 就是我每次出了地铁站之后呢 我还要大概在骑自行车 就骑个2.5公里 三道家这个样子 真的 贡法单车直接就包了半年的 但是包完就后悔了 因为那个地方实在是太偏了 没有贡法单车 他们骑回来个膜拜 都藏到树林里 就在我住的那个地方 谁让人从外面骑回来一个膜拜 谁就是英雄 在我们心中的那个人就是骑士 因为我住的比较远嘛 所以说就会导致 我经常的坐地铁 我不知道大家坐地铁的时候 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一种人 就前两天我就去挤地铁嘛 然后挤上去之后 我就没有坐 然后我就站着嘛 然后这个时候 我旁边就站了一对情侣 就是我们三个人 就都没有坐 就都站着 然后这个时候 当我们面前就突然空出来 一个坐的时候 就那一对情侣 他想去坐那个坐 但他第一时间不是去抢坐 他第一时间是 他们俩在一块商量 他们俩该由谁来坐这个坐 就在我面前就商量起来了 你知道吗 就那个男的 就特别巴大总裁的样子 那边有一个空坐 你去坐 你坐 我不累 你去坐 你去坐 然后他女朋友还不坐 他女朋友在旁边 哎呀 我今天在公司 我都坐了一天了 我不累 还是你坐吧 你坐 你坐 就是我在旁边看着 我就懵了 你知道吗 怎么回事 就是 这个坐 就是你们俩的了 是吗 我就一直在旁边思考 等着去旁边思考 怎么回事 现在地铁上 都有情侣专座了 是吗 这个坐 我可不可以坐呢 甚至有一次 我都已经坐下了 然后他们俩 还是会在你面前 哎呀 你坐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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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时候我又在想 你们这种人 你们是不是就是 故意来炫耀 你们拥有爱情 是不是故意的 你们还有什么花招 尽管给我使出来 不害怕你们 还有就是大家做理解 还有没有这样的一种感受 就是当那个地铁上 满座的时候 然后所有站着的人 都是替补 然后这个时候 站在过道中间的 那是替补里的首发 有这个感觉吗 就是我记得 我那个时候 我第一次来上海的时候 我坐地铁 我就特别害怕坐过站嘛 然后每到一站之后 我就喜欢 就是不停地看 那个地铁路线图 就不停地看嘛 不停地看 然后就有一次 有个大哥 他看到我 看那个路线图了 他就以为我要下车了 然后他就挤过很多人 就拼命 就挤在我面前 就站在我正前方 就这么站着 就这么站着 就这种情况 大家都明白 他站在你正前方的话 他就是你那个 座位的第一继承人 就这样 但是 但是那次那个大哥 他真的误会我了 就五站了 我都没有下 大哥看我一脸疑惑 怎么每一站看上去 都想下的样子 但是还不下 到底是住在哪一站呢 在上海流浪是吗 我干过这事 就算是流浪 都五站了 还没有选到 自己喜欢的站吗 名字不喜欢吗 我发现就是 当地铁上 空出来一个座之后 大家去抢这个座位的时候 它其实是有规则的 它是有规矩的 你知道吗 它的规矩就是 它就是和那个继承法 是一样的 就你只有当这个 第一继承人这边 没有人的时候 然后你旁边这个 第二继承人 才可以过来继承 对吧 继承权那你平等 对不对 就是我为了写这个段子 我专门去网上 查了一下继承法 其实 其实继承法是这样的 就是一般情况下 是用不到继承法的 使用继承法的前提 得是没有立遗嘱的情况下 才可以 你知道吧 然后我就发现 就会有好多人坐地铁 他起来之后 他喜欢指定一个人 过来 过来 我到了 我先下了 我先下了 就这种情况 你就不能按照继承法继承了 因为人家走的时候 有遗嘱 好 掌声哥 谢谢你们 谢谢 谢谢 从你们浮夸的掌声中 也不难听出 对我的关爱 是吧 哎呀 就现在这个时间点 我脱口球大会 有一种苦中作恶的感觉 强颜欢笑 也非常感谢 各位观众朋友们 在这种时间点 还不离不弃 来看我们录制 非常感谢你们 还是你们根本就 没有看新闻什么的 看了吧 看了 看了看了 感谢感谢 很神奇 对不对 这个节目居然还在 这个公司居然也还在 非常意外 最神奇的是 今年还有很多 新的脱口球演员 加入 这个脱口球呢 就是一座围城 里面的人想出去 外面的人想进来 去年的脱口球大会 后制结束以后呢 我们这个行业 这家公司 意气风发 这个卖票 一票难求 全国巡演 全球巡演 本来我的那个海外巡演票 已经全卖光了 后来疫情嘛 疫情就全取消了 我当时觉得 那个就是效果文化 2020能遇到的 最大的挫折了 显然 我低估了2020 我也低估了这家公司 错上加错 折上加折 本不富裕的脱口球行业 现在雪上加霜 我们非常需要有人 雪中送他 但很显然也没有人 给我们送 只能靠我们自己努力了 欢迎各位来到 脱口球大会第三季 怎么办呢 生活还是要继续的 对不对 怎么办 The show must go on 你看 这个口语 为了海外巡演特意练的 根本用不上 这个疫情真的恍如隔世 我去年的计划 做得很完美 我说今年呢 我就少上一些综艺节目 我就好好的去演出 结果现在演出 全都是半瘫痪的状态 又去接了一大堆综艺节目 大言不惨 坐在那给人当评委 是吧 录着录着 有时候压力非常大 因为人家别的节目吧 真的特别好笑 压力非常大 我觉得这个 比我自己做的节目好笑 怎么办 怎么办 是吧 只好又接了一些 没那么好笑的节目 平衡一下 麻醉自己 你看 麻醉自己 其实是有合法的途径的 我们上海的演出 大家是看了吗 最近也陆续恢复了 恢复以后呢 我们特意请了 当时援助武汉的 那个医生们 说请他们来看 放松一下 然后跟聊天 一个医生就说 在武汉最累最苦的时候 都是靠我们的节目 来放松的 我很感动啊 我说就为了你 我要多做好看的节目 他说 节目不好看 没有关系 你们的八卦也很好看 你治病救人 你说什么都行 好吧 但我们特口学大会三呢 还是只有一个目的 还是希望带来一个 好看的节目 所以今年的赛制也好 模式也好 都会更刺激 大家也看到 我的右手边 有五十位朋友 今天的拖位赛 两期拖位赛 他们最终只有25位 可以坐到这边来 非常刺激 是不是 我也反思了 去年的特口学大会 我觉得哪哪都好 就是不够刺激 我觉得是跟去年的冠名商 是有关系的 酒 天天送酒 一个个高兴的 无心比赛 还有中途退赛的 还有那种杀到的决赛 突然就放弃人生呢 今年不能再出现 这样的情况了 今年都给我喝奶 今年我们的总冠 是这个 蓝河绵羊奶 全羊乳配方 希望大家喝完以后呢 都能像三岁的小孩一样 不知疲倦 死柴烂的 我们这个总冠的谈判过程 也非常艰辛 这个是在湖南 老板是湖南人 我非到湖南跟他谈判 他说什么都谈妥了 他就有一个担心 他说 你看看李淡 你们这个节目呢 你们的观众也都挺坏的 是吧 他是不是会把我们蓝河 给谐音成难喝 难喝 然后 来笑话我们 我说你们这个 这不是谐音的问题 这是口音的问题 这个可能只有在湖南会这样 是吧 其他地区的观众 应该不会这样对你们 而且老板 就算有人说难喝 我也会解释成 是因为我们绵羊奶 产量稀少 难以喝到 老板很开心 老板非常开心 说李淡 你这小伙子 太会讲话了 难怪出那么大事 公司都没有倒闭 太给哼了 既然 既然还有这么多的朋友 愿意信任我们这个节目 愿意加入脱口秀这个行业 那在这个舞台上 我们还是要对他们负责的 今年依然请来了一些 社会上的朋友 担任领校园 向全社会来推销他们 鉴于今年的环境 推销难度是比较大的 所以我们第一位领校园 他是不光可以做领校园 他还能带货 他不光能带货 他还是在座的 许多脱口秀演员的启蒙老师 让我们欢迎 跟脱口秀交个朋友的 罗永浩 去年看过这个节目 我还挺喜欢的 另外我是李淡的粉丝 何况还有一个美女 张雨淇一老师 第二位领校园 也是我们的老朋友 不知道为什么 突然现在变成了 一个女团成员 这个节目播出的时候呢 我也不知道有没有成团 有没有出道 也不知道他是不是C位 但是以他的性格 他如果不是C位 那个节目组也很危险 对吧 然后我觉得这位朋友 对残酷赛制的理解 以及他本人 对人生残酷一面的经历 都能够帮助到我们脆弱的 脱口秀演员朋友们 让我们欢迎张雨淇 什么是脱口秀 就是把你的一些观点 用很幽默的方式 很幽默的态度 感染到别人 可能就是用幽默态度 看世界吧 好 谢谢大家 大家好 我是汪博 就差一票 我太刺激了 不过我已经顾不上这种了 我们组竞争也很激烈 我们组这三个人 你们都知道是谁了 对吧 就是我小慧Rock 我分到这个组的时候 我发现也很巧 就我们三个 这个人生状态 正好是 已婚 未婚 离婚 从此最近离婚的朋友有点多 必须得说清楚是谁 很巧就是只有我需要面临 这个生孩子这种人生问题 但我其实对于这个 生孩子这件事是颇有疑虑的 这跟家庭背景有关系 我老家在农村 我一直都觉得是因为 我们大家没有商量好 生孩子的时间 把我们所有人生的 辈分特别乱 我在老家已经是 当爷爷的人了 我有一个十岁的孙子 关键是我还有一个 九岁的爷爷 就这两个小朋友 好巧不巧 还是我们节目的粉丝 每次看见我特别开心 尤其是我爷爷 每次看到我都说 特别喜欢你们节目 每期都看 但是我听起来 那感觉就是 孙子干得不错 那今年过年回家的时候 我们在一起 照了一张相 就是我 我爷爷 我孙子 我们在一起这样 照了一张相 我妈给我们拍照 拍完之后 发朋友圈 特别开心 配的文字是 看 武士同堂 而且我觉得 有了孩子之后 其实意味着 很多的责任 第一项就是 你要给他起个名字 我觉得给孩子 起名字这件事啊 是一件 不论你怎么怎么慎重 都没有用的事 因为你不知道 将来会发生什么 当年我刚出生的时候 我爸妈就非常慎重 给我准备了 好多好多的名字 经过层层筛选 各种淘汰 各种待定 跟我们节目一样 最后突出重围 闯进决赛的两个名字 是庞博和庞龙 我现在充分理解 什么叫蝴蝶效应 就是父母当年 一个不小心 我的代表作 就是两只蝴蝶 我觉得这就是 小朋友会面临的困境 因为你在这个世界上 什么都决定不了 这个世界就是 成年人所定义的 一个世界 我之前看到一个新闻 感触特别深 他说 4月30号这一天 是国际不打小孩日 我当时看到这个名字 我就觉得 这就是成年人 以自我为重心 达到顶点之后 能起出来的破名字 你说小朋友 看到这个名字 他怎么想 什么 就只有今天一天 不被打吗 我觉得如果我是小朋友 我宁愿4月30号这一天 是国际打小孩日 是吧 咱们就今天好不好 你就今天你就打我 你就把我往死里打 好不好 就为成年人保护法 我放弃了 因为我们都当过小孩 我觉得挨打并不可怕 更可怕的是那种 即将被挨打的那种 未知的恐惧 如果你想4月30号 是国际不打小孩日 你让这些小朋友 怎么度过这一天 晚上的12点 所有小朋友是吧 藏在被子里 看着墙上的钟 家长推门进来了 儿子 国际不打小孩日 过去了 劳动节来了 好 终于打开一个 有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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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老师您看我干干吗 你要看啊 你站 没有没有站着啊 我觉得现在 我觉得现在小朋友 真的竞争太激烈了 到处都是各种各样的神童 你们看新闻了吗 就最近有个小女孩 神童十几岁 一天能写几千首诗 这是我见过最废回车的神童 我觉得他们家 对待诗的这个标准 得有多低 是不是 是不是她每天在家 哎呀爸我饿了 好吃 好吃 不是咱们晚上到底吃什么 两手了 而且还有一个小男孩也是 就屡历特别的吓人 什么两岁就开始爬山 对五岁 五岁学会了开飞机 七岁的时候 穿越罗布泊无人区三次 我当时看到这个新闻 我就一直在想 孩子三次 你穿过去 又穿回来 又穿过去 神童都不需要回家吗 而且最厉害的 我看到的还是一个小学生 已经在家长的帮助下 开始攻克癌症了 太厉害了 我小学的时候 连癌症这个癌字 都没有成功的攻克下 我觉得 我觉得我跟他比 我小时候就是一个 得志体美劳 全面发展的弱智 我觉得这种新闻看多了 其实说句实话 我的内心是担忧 甚至是愧疚 这原因很简单 因为我在想 如果我将来做了家长 我很难面对我的孩子 你想象一下 我很难想象 我的孩子以后 都是这样的同学 是吧 我的孩子如果回了家之后 用天真的眼神看着我 哎呀 爸爸爸爸 我同中 明天就要开始搞科隆人了 咱们到底什么时候 开始搞科研呀 老实说这些机 再没有诺贝尔奖 就上不了重点高中了 不是 你看看别人家的爸爸 帮孩子 这个发论文 写专利 你说你会干啥 你一天到晚 就会教我讲笑话 你还不是叫旁龙的 你还能给我写两首歌 你说你这个多工作 是吧 你就会帮我给同学提外号 人家研究个科隆人 你管人家叫小隆人 不是 爸我跟你说 就是 就我跟你说 我每天在学校这种生活 我就只能给我这些 未来的科学家同学们传播快乐 爸我现在 我现在在学校 我除了快乐 我又所有啊 爸 这个情绪顶上去了 对 已经用情绪顶了 真的挺难的 我就想 我就想如果将来 我有了孩子 你们说对于孩子 最重要的是什么 那肯定是拥有一个 快快乐乐的童年嘛 但是你说公克癌症 跟给同学起外号 到底哪件事更快乐呢 那肯定还是公克癌症 更快乐嘛 对吧 但是我觉得公克癌症 这种快乐 并不是每个孩子 都有机会能享受到的 如果我将来的孩子 只能享受到 是吧 给朋友起外号 这种简简单单 甚至弱智的快乐 我觉得也挺好的 毕竟他只要快乐起来 就没有那么容易得癌症 是吧 谢谢大家 我参加 大家好 我是赵慧 都知道我未婚了吧 那我就讲讲你们丈母娘 都有机会啊 就我妈 她前段时间生病了 就蓝尾这做了一个手术 就这俩小姑娘 咋这么紧张呢 那蓝尾炎不传染啊 放轻松一点 就其实就是个小手术 但她还是 就是觉得花钱 天天跟我念叨 哎呀咋办呀 给你的嫁妆都花光了 我说不至于吧妈 我快三十了 咱家就攒了一万块钱呀 那医保还听你出六千呢 而且父母还有一个误区 就是他们觉得手术前 一定要给医生送红包 但是我爸不愿意去送 因为他快退休了 不想在这个时候 让人生有污点 所以他们就劝我去送 就为了给我做心理建设 会给我发那种文章 马云说 27岁的你不必害怕犯错 我倒不是怕犯错 我主要怕犯法呀 我马云话也太多了 就天天就劝年轻人 你也劝劝我爸爸 你就跟他说 55岁的你不用害怕 那重新开始 小慧的现场真好了 真好 真的我那天都紧张得睡不着觉 我就一直在用手机搜 行贿罪的减刑标准 我想把我后路想好呀 第二天我就学那个电视里面 就是把红包夹在一本书里 拿给医生 我去医生办公室 我说医生啊 我最近看了一本书挺好的 想跟你分享一下 医生看了一眼说 你想手把手脚 我说脱口秀 你一两个 啥意思 这是我的书 送给李老师一本 这也没有那么好笑吧 其实那医生一眼就知道咋回事了 当时就拒绝我了 你们都不知道我有多轻松 但是我妈就不相信 她说 你肯定是不够真诚 你得劝劝医生呀 我知道有规定 但马云不说了吗 年轻人不用害怕犯错 真的我想我还是劝劝我妈吧 我说你别老想生病的事 我妈说你少扯淡了 我就穿着病号服在这书艳的 我不想生病的事 我想啥呀 我说也不难吧 那我穿着校服上课的时候 想的也不是学习呀 挺好的 哇 观众很接 对 她转型成功了感觉 对啊 转型成功了 不讲那个 转型不讲工厂 而且我妈吧 她就想不通自己为啥生病 她以前一直都健身 她觉得应该挺健康的 我帮她回忆了一下 她当初办健身卡 是因为我们家那儿 洗浴中心一次二十 健身房一年才一千 我每天听她夸健身房 最多的一句话就是 人健身房那个喷头水真大 她有段时间去学游泳 我都觉得就是为了泡澡 因为她自学了三个月 不知道喝了多少水 就没有学会 我说你找个教练吧 她说不用花那个冤枉钱 我说不冤枉 咱也交点水费吧 她来广州找我 也办了一张健身卡 还让我办 我刚开始还以为 就是教练给她回扣 我后来想通了 她是缺个搓澡的 我去过一次 我给她搓完澡以后 就后面十几个人在那儿看着 就广州人可能没有见过 北方这种神圣的仪式 我妈一点都不害羞 还特别自豪 因为我小的时候 家里来客人啊 我是没有什么拿得出手的才艺 那天呀 我妈才发现我身上的闪光点 手劲大 我真的很怕我妈跟她们说 哎呀 出来炸到广州 没带什么特产 让我闺女给你们 搓个澡吧 人生过病以后就开始养生了 我妈就是 她现在要求我们全家 每天早晚喝一杯 蓝河绵羊奶 因为蓝河绵羊奶 新推出的成人奶粉 男女老少都能喝 能满足我们全家的营养需求 真的很养生 因为我妈现在做饭 口味特别清淡 我也不敢交外卖 因为怕我妈生气 她总觉得就是 家里有饭了 你就不能吃外面那些野饭了 所以我每天一回家 就跟去迪士尼似的 第一件事就是翻包 就怕我外带食物 我都没有想到我快三十了 每天回家前 只能在楼下偷偷吃一包 辣条 就每天跟我一起偷吃零食 都是一群小学生 就终于有一天 小孩问我 阿姨 你这个是不是就 越长大越孤单呀 哇 可以 我们有点危险 是啊 她挺好的 后来就想带她出去散散心 我就想开车带她出门 没想到我妈一上车 就变成怒怒了 真的 摇下车窗骂别人 你们会不会开车呀 摇上车窗骂我 你会不会开车 我不是不会开车 我就是开得比较慢 因为驾校我最快就开到四十 所以就是一上四十 我不是觉得超速了 我主要觉得超刚了 就没学过 刚开始的时候 我妈特别着急 一直在旁边催我 你踩油门呀 你抄她呀 你那是假之吗 后来我妈放弃了 开始思考人生了 不怪你开得慢 可能是这个世界 太快了 后来我就找我朋友开车 我觉得她没出过什么事故 应该技术不错 但是上了她的车 我才发现 有些人啊 没出过事故 不是因为技术不错 就是因为她命大 那机制安全带 一点安全感都没有 这车开到一半 我妈都有点恍惚了 她问我 你跟妈说实话 我这个病是不是恶化了 就我妈生病的时候 我最烦别人问我的 一个问题就是 阿姨没事吧 他们只想听到 没事这一个回答 因为只有这样 才能满足他们那种 既表面关心了你 实际上又没有替你 分带任何一点焦虑的心理 所以每次别人问我 阿姨没事吧 我都会说 啊那个 怎么说呢 我就是要让她紧张一下 但我没想到 这种问题还有第二种回答 他们都跟我说 啊这样啊 那没事没事 会没事的 谢谢大家 我是小慧 大家好 我是一个独生子女 我最近过不大太好 因为我的 我的老板特别奇怪 有一次啊 晚上我老板 凌晨三点 给我发微信 我没有回 她觉得 完了 李月琴死了 然后她大 我发了 为什么 没有没什么 我就觉得这种神经病 他死了 然后吧 她大概给我打了 能有二十多个电话吧 终于在她决定报警之前 把我给打醒了 我一接电话 她跟我说了一句 让我特别绝望的话 她说 大半夜的 你怎么还睡觉了呢 然后我就觉得 不行 这日子不能这么过了 第二天 我就给我妈打电话 我说 妈这破工作太累了 我老板脑子有病 我压力太大了 不想干了 要不回家种地得了 我妈说 挂了吧 咱家没地 节奏好 我说 妈你等一下 咱家没地不要紧 现在不是可以去 给别人家种地吗 我给我饭就行 那咋子不比上班抢啊 妈说 傻孩子 给别人家种地 那就叫上班 你们看啊 这就是当代年轻人的现状 没钱 没地 没退路 只有一个无情的母亲 脱口秀大会第一季头看了吧 我输了 回去之后 我老板去机场接我 见我面 第一句就是 哎 我不打太满意啊 你看李月琴怎么回事 我辛辛苦苦 把你培养成一个网红 你让你去说脱口秀 你怎么还能说不过那帮说脱口秀的呢 这不就整得挺不愉快的嘛 到家的时候 我老板说 你下车吧 我抽根烟再走 我一看这不行啊 我说老板 我来给你点上吧 老板说不用不用 我说来吧 他说不用 我说来吧 他说不用 我说来吧 话音未落 老板车让我烧个哭了 你们知道一辆价值一百五十万的奔驰 修一个窟窿需要花多少钱 我知道 一万九千六百八十八 但是也有一个好消息 就是两个窟窿也是这个价 十个也是 一百个还是 我说哎呀 那这要是我烫一千个的话 老板 你就说你想不想尝试一下敞篷车 但是后来吧 这个车它当时没让我赔 而且还不提 就好像这个事从来没有发生过一样 搞得我特别慌 我天天提心吊胆的 我就琢磨呀 你说它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良心发现了吗 不应该呀 你说当老板的哪有那玩 站走 到最后啊 到最后 这个事我思来想去 只有一种可能 他暗恋我 哎呀 当时啊 我一下子就想通了很多事情啊 怪不得呀 你说他为什么半夜三点还给我发微信 想我 哼 男人 想我 太可这欲行故障 然后吧 我就把这些事跟我妈说了 我妈真的是一个大智慧的人啊 她听完之后就跟我说 姑娘 你老板喜不喜欢你 妈不知道 但是我听你说完 我感觉啊 如果你精神没啥问题的话 你有可能是习惯你老板呢 我当时一听真的 我倒吸一口凉气 完了 两情相悦了 真的哎 这个秘密让我发现之后啊 我可真是太快乐 我有时候上班 我想着想着 我都能笑出声来 我同时说雪芹 你笑啥呢 我心想还雪芹 珍惜这段时光吧 过几天 你就得管我叫老板娘 她对她是真强的 对 太强了 真挺厉害的 哎呀 她干过所有说脱口秀的了要 哎呀 那段时间呢 我真是有一种铁树开花的感觉 我天天观察我老板 寻找他爱我的证据 结果证据没找着呢 我老板给我骂一顿 他说我不好好工作 天天鬼鬼祟祟的 说啥就要扣我工资 哎呀 给我气的呀 你们说这男人啊 多有意思 还没结婚呢 就会从媳妇手里扣钱了 后来我一看 这老扣钱也不行啊 你说他 老敢的欲行故纵 我也不能一直守株待兔啊 要不我也故纵一下吧 我又跟他说 我不干了 然后他看了我半天说 可以 我就懵了呀 这不闹呢吗 我本来想声东击西 这怎么还打扫惊蛇了呢 我说那什么 你不挽留我一下吗 咱俩这老些年 除了工作 你想想咱俩这样就没有别的事吗 我老板说啊对 我想咱俩了 我从德国呀 订的那个配件到了 你赶紧把我车修了吧 没事 谢谢大家 我终于到了总决赛了朋友们 非常感谢大家的一路陪伴 谢谢 也非常感谢这个沈腾老师和罗老师 这个精彩的这个开场 真幻传斗死我了 带我玩的 这才有总决赛的样子嘛 你看这观众都这么好 嘉宾 阵容强大 就是我们这集的 就是这个主题名字起得也非常好 叫这个既是终点 也是起点 对吧 这是一个什么深刻的道理朋友们 这是这个在操场上跑圈的基本知识 就是你不知道这个你容易跑丢 真的 我上大学的时候我就总跑圈 因为我从小我就生了啥嘛 我从小就胖 我饭量又大 我那个饭量可以说是 就是就是一人吃饱 全家挨饿 然后我这 我上大学就实在想瘦下去 我就跑圈 一天跑十圈 年轻人新陈代谢就非常快 我一个月瘦了三十来斤 我减完肥之后 真的整个人就龙光焕发 就平时一看这小伙 啊 一米八七大高个 又高又帅又幽默 我就 他就同学看了也高兴 老师看了我也喜欢 平时脾气再横的老师 那看着我这张脸 他都横不起来 哥们当时那个长相 那就是老师的诗字 去掉上面那一横 那就一个帅 就多少人曾惦记我年轻时的荣言 那个时候看我一眼就把持不住的 不光只有黎雪芹 我就猜到我一提黎雪芹 你们就高兴 啥整 我先说说我长得帅的事 就因为我确实也没帅几天 后来很快我就胖回去了 因为我就胡吃海喝了 我就觉得减肥这么容易 就以后再减呗 然后去年我就终于又想瘦下来 我就重新开始跑步 就没把我累死 我就咬着牙子也接上跑 不是跟你们处理 那真是整条街最慢的仔 就周围的人还看着说 这个仔怎么这么慢 它会不会是超仔 后来我就放弃跑步了嘛 我就心态崩了 就每当我心态崩溃的时候 我就会想起我的一个好大哥 就是老程 老程就是程鹿 我程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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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遇到过的心态最好的人 就我俩很年轻的时候就认识了 那个时候的老程 还不是现在的老程 而是那个少年老程 老程就很少心态崩溃 工作压力再大 他都一笑一笑就能扛过去 所以我这么多年 我就一直想学他 后来我发现就是也不能全学 你就别学到最后是吧 人格是挺完整的 家庭破碎了 这个段子我还给程鹿讲过 程鹿听完就特喜欢 跟我说 建国你在舞台上讲这个 我就弄死你 你看这不是老人变坏了 而是老程变坏了 其实大家也能听出来 就是我讲程鹿的这个段落 就是为了说刚才那个谐音梗 就硬加的 就整个这个段落就格格不入 你发现吗 就放不住 收不住 可是都总决赛了 就让我玩一把嘛 对不对 就是你不理解我 爱说谐音梗 我还不理解你们 爱听吵谁屁呢 就是我紧张 他都开心了 是 就这个时代有太多的东西 我理解不了 我对这个时代的感觉 就跟我跑步一样 就是以前能跟得上节奏 现在不知道为啥 忽然跟不上呢 我也试图跟上节奏 我真的 你比如说比赛之前 我就找到雪芹 我说铁子呀 我说你看这样 商量一下的 就咱们演出每篇稿子 是不是大概就是1200字 对不对 1200字 要不总决赛下来就不写别的了 就你写500遍 王建国 我写500遍 李雨晴 大伙就好像挺爱挺的 对不对 雪芹听完就很开心的 说这真是人算不如天算 因为人算容易算错呀 三成500是一千二毛 今天总决赛 嘉宾阵容有点过于强大了 好几个喜剧大师 就能跟他们一起出现 真的是我的荣幸 就这段话 我本来就想放在开篇就说 但是我没有这么做 因为我不能一上来就骗你们 不是那个意思 就是是真的很荣幸 因为我知道就艺术搞得好 又没把自己饿死 这是非常厉害的 我年轻的时候就觉得 那搞艺术就得穷 穷才厉害 我第一次租那房子 一个月就是600块钱 下雨漏雨 刮风漏风 我朋友来我家做客 待会儿他都傻了 就说你家连个空调都没有 为什么有风 我还自豪呢 我说这可不是一般的风 这是我的两袖清风 但是我现在 我已经住不回600块钱的房子了 而且我的艺术也没搞好 我这就属于跑着跑着 就忘了起点和终点 跑就只是因为不敢停 可是朋友们 就直到我现在 我还认为 就是在脱口秀这个行业 属于我的时代 还没有过去 因为首先他就没有来 就是一个东西 他不想过去 他至少就先来 对不对 你看我 我连个时代都没有 当着这么多前辈老师 我还是敢这么横 他们最多就是淘汰 我时代已经把我淘汰了 对不对 不差你们几个真的 就各位老师 一会儿你实在不行 你们就把我去掉 就是老师的时代 去掉我这一横 你们就是帅 谢谢大家 要不我就直接讲王建国吧 大家好 我是李悦勤 非常感谢你们 今天能来 见证我的淘汰 其实上一场 我就感觉 我要淘汰了 当时我在台上 一顿乱喷 从导演 到演员 到李淡 挨个喷一遍 像缺心眼似的 完了我还进集了 进完集 今天让我讲遗憾 我现在最大的遗憾 就是人得罪完了 比赛还没有结束 真好 节奏好 就起来了 我就不明白 你说半决赛了 为啥让我们讲遗憾呢 你让那淘汰的四十个人 上来讲啊 我遗憾啥呀 大家好 我李悦勤 我一不小心进前十了 我可太遗憾了 我实在不知道讲啥了 我就去问我妈了 我说妈 你这辈子 到现在有啥遗憾吗 我妈一下就慌了 是我体检结果出来了吗 你说实话吧 我能听过 我妈这个人吧 特别在意自己的身体 有一回 她把腰摔断了 她就觉得自己要死 然后她就把我家 所有银行卡密码 全给我了 三个月之后 她出院了 出院后第一件事 坐着轮椅上银行 把密码改了 我说你至于吧 你自己亲闺女 你房成这样 我妈说怎么不至于 你老的钱就这么没的 之前我在北京 过得确实不太太好 我妈也不知道 在哪个骗人的公众号上 看见的 跟我说 闺女 宇宙是有尽头的 生命的起点 就是终点 我说你现在都到 这个层次了吗 爱因斯坦都不敢说 死在这儿 你就给定了 我妈说 哎呀你没听懂啊 你思考 生命的起点 就是终点 这句话什么意思 我说什么意思 她说还什么意思 那意思就是 困难不好 你就回老家得了 我家是铁岭的嘛 从那以后啊 我失恋了 我妈说回铁岭吧 工作黄了 回铁岭吧 微博掉粉了 回铁岭吧 爱因斯坦怎么想的 根本就不重要 在我妈眼里 宇宙的尽头 就是铁岭 到王建国了 还没讲呢 我和王建国的事 你们也都知道了 我妈也知道了 还没这样啊 我妈还听说 王建国是盘锦人 就问我 你说宇宙的尽头 有没有可能是盘锦人 我说妈 那宇宙的尽头 必须得在东北呗 那爱因斯坦 唱二人传出神的吗 我妈说那咋的 咱东北多好啊 地大 物佑伯 还有王建国 爱因斯坦 肯定是没有想到 他去世65年之后 在神秘东方的 辽北黑土地上 有我妈这样一个 红颜知己 把他一辈子 都没想清楚的问题 解决了 其实今年啊 我真的离开北京 回铁岭了 很多人知道了之后 特别的惊讶 跟你们差不多 那个表情 就仿佛这个事 不是我从北京 回到了铁岭 是我本来 马上就跟 结婚了 突然决定 跟王建国私奔 那追着 撵着就问我呀 离开了北京 你不遗憾吗 说得像我曾经 得到过北京一样 对北京来说 我两个备胎都不是 我为他奋斗 为他攒钱 为他付出青春 我走的时候 我还跟他说 再见了 他也说 你谁呀 我回铁岭 居然还有人嘲笑我 你回去干啥呀 铁岭连个地铁都没有 你说一个破地铁 有什么好自豪的呀 北京好 大环线 上下板 左一圈 右一圈 日复一日 圈复一圈 宇宙都有尽头 北京地铁没有 太厉害了 更过分的是 还有一群人 我在北京的时候 他说 北京不好 压力大 我离开北京了 又说 北京多好 机会多 我就感觉 就这些人 他们活着 唯一的目的 就是告诉我 生而为人 你很遗憾 很多人吧 都觉得 只有在北京 才能实现 他们的梦想 今天我就冒昧地 问一下 你们的梦想 是举办奥运会吗 反正我的梦想 铁岭就能实现 我就想要 锅包肉 熏鸡架 铁锅炖蛋鹅 所以 所以 你们真的不用 再为我感到遗憾了 你有你的选择 而我 选择王建国 谢谢大家 我是蒙恩 虽然我是一个新人 但是我接下来 必须说 你们接下来 看到的表演 你现在是这一场 第一个真正的脱口秀 好吧 其实我差一点 就来不到这个舞台上 我还选的时候 差一点就被淘汰了 那一天直接就被我干蒙了 我就已经怂了 因为海浅之前 我特别地自信 有一个选手报名表 上面就问你 就说你最想挑战的是谁 我当时想都不想 就是李大 这次正式拍摄的时候 导演又问我想挑战谁 挑战自我 实现突破 我连唐勃 我都不敢多看一眼 然后我第一次上来的时候 我真的不知道该说什么 但是我有个朋友 他是做选秀的导演 他跟我说 你讲什么不重要 你要上节目想火的话 关键要有人设和标签 然后他甚至为了证明标签的重要性 他拿理单来举例子 他就说 我现在说两个词 你说你马上能想到谁 一 诗人 二 爱喝酒 你说你想到谁 你们的包包梆更可破了 没关系 The show must go on 但是我跟你说 导演不愧是导演 他马上问我第二个问题 那提到杜甫 你能想到什么 我说 啊 你看 这就是杜甫 为什么没有李白虎 因为他没有标签 说完之后 我就开始想我的标签 你知道吗 因为我觉得导演也无非就这么几个标签 第一个是地狱 你来自哪里 我是一个内蒙人 这个节目最不缺的就是内蒙人 这个节目就内蒙人办了 然后再一个呢 就是明星脸 什么焦大吴亦凡呀 这传忠汉良之类的 有人说我长得像白举刚 但是问题的关键是 我觉得白举刚的似乎也需要一个标签 来向别人证明他是谁 我说我是导演白举刚 就跟我说我是导演杨志宏一样 你们知道杨志宏是谁吗 你们当然不知道了 杨志宏是我大姨父 我甚至 我甚至为了找我的标签 我去回看了上一季的脱口秀大会 我看他们都起什么标签 结果他们起的都什么 脱口秀大王 脱口秀太后 线下之王 诈场王 暴梗王 连谐音梗都能有个王 你就感觉脱口秀这个新兴人小众的行业里面 居然充满了帝王将相 我来参加脱口大会就像去太平天国一样 遍地是大王短暂又辉煌这些人 中国脱口秀只有一个工人子弟 就是赵小慧 我真的是 我真的是从小没有标签 我小的时候是一个很蔫的小孩 你们知道吗 就是蔫到什么程度 就你们以前的班级里都会有这样一个小孩 就这种小孩长得怎么说呢 就是这个小孩长得就让你觉得 全班的屁都是他放的 然后所以我小时候很痛苦 我为了去引起别人的注意 我甚至做过很多那种叛逆的蠢事 那时候武侠小时候特别流行 所以每个学校都会有这么一个小帮派 是由一群不爱学习的中二少年组成 然后他们会用他们文化水平的上限 给自己起一个又low又霸气的名字 在我们学校这个组织叫 六中七匹狼 当时我真的想加入他们 但是他们的名额已经满了 然后我求了半天终于加入了 就导致六中七匹狼 我排第八 加入之后他们就搞一个仪式 叫煞雪为盟 割破手指头写血书 这个仪式我们搞了两个小时没搞完 倒不是因为我们害怕流这点血 是因为我们不知道 煞雪为盟的煞字怎么写 然后我们有的时候还要逃课出去和别的学校的门派切磋 第一次出去切就被人切磋得很惨 因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主要输在了人数上 对方叫一中十三太保 而且我们当时我们人还没来全 就是六中七匹狼 应到八人 十到六人 为什么呢 因为三郎和五郎没写 作业被老师扣下了 从那天之后 我们老大立起了个邦规 以后逃课之前 必须做作业 老大 老大等一下 如果我每天做完作业再出去的话 那就不叫逃课 那就叫放学呀 所以在我们老大的带领下 学习成绩蹭蹭往上涨 价美打应机场 学习成绩上来了 文化水平就上来了 六中七匹狼从命改名 六中七贤 这就是一个特别讨打的名字 你们知道吗 有一会儿我就被人堵在胡同口了 上来就问我 你就是那个七贤里的老八呀 我事业怎么样 给我打 我说等会儿怎么了 我怎么招惹你了 是我妹妹让我来找你 你妹 我怎么招惹你妹妹了 我妹妹说你老放屁影响的学习 你吓得我 赶紧给我大哥打电话 我说大哥你在哪儿 我人家堵出来赶紧过来 结果对面传来特别小的声音说 喂杨仔 我正在考试 考完试就来过来 我说什么时候了 你还来考试 你快来干净我 行行行行 那我问你个问题啊 你知道 毛巫为秋风所复歌的作者是谁吗 谢谢大家 我是蒙恩 哈喽大家好 我是蒙恩 就是 就是真的你们看我现在的样子 你觉得我会是有遗憾的人吗 我真的 我觉得我就是那种 我一辈子不会遇到什么大事去遗憾 但是我可能就经常因为一些小事耿耿于怀 我最近遇到的最遗憾的事 就是我去年去日本没玩好 我真的想跟你们分享一下经历 避免你们踩雷 就是首先 如果你们出去玩的话 第一件事 一定不要因为省钱 去选择做廉价航空 我不知道你们做过那些联航没有 我做的那个 就它飞机上的硬件设备和它的服务水平 给我的一个感觉就是 火车飞上天了 我那一路颠的呀 我的天哪 就人家的飞机是偶遇颠簸气流 我那飞机拖运了两箱气流走 好不容易不颠了 空姐推这个小车就出来卖东西来了 她真的是在推销 推销面膜和刮胡刀 就在她那个颠簸的节奏 还有她那个激情的叫卖当中 我真的恍惚了 我跟你们说 就是 我本来想问空姐 就是说到东京还有多久 结果我脱口而出 到东京还有几站 那空姐回答得更可气 我都分不清 她跟我幽默了 还是她以前职业病犯了 她说下线到了 睡吧 换庙的时候叫你 然后去了日本 去了日本之后 我不知道为什么 每一个朋友都要让你去日本 带很多药回来 对吧 什么制痘的 趋纹的 止痛的 还有带什么 就是防止脚后跟干裂的 我当时我在日本 我什么也没干 我就干药妆店了 你知道吗 我当时感觉我就是 我就是当代徐服 然后而且日本的那些药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 其实它很鸡肋 它没有多大用处 就是那种治大病不行 但是那小病不治也行 对吧 我上次我当时甚至想过 就是徐服当年东渡啊 不是没回来 回来了 又被秦始皇赶走了 你们想象一下 秦始皇躺在床上都快不行了 然后这个时候徐服拿药过来 一通喷 秦始皇说 这样能长生不老吗 徐服说 能驱蚊 这样啊 能让你走的时候呀 旁边清静一点 真的没有用 而且我跟你说 最过分的是什么 最过分的是我一个朋友 他让我带一个药 这个药什么疗效都没有 唯一一个作用就是 吃了它之后 能够让你排出来的东西 变成彩虹色 我都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这玩意儿 根本是没见过彩虹吗 还是怎么样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跟那些服务人员解释 我英语不好 而日本人英语更差 我就跟他说 我说 那二个 变成彩虹 莹aurais 掌握好一门漫影师多么的重要 然后住的那个民宿也非常的差 我的那个邻域是下水到堵了 我的那个 我的女朋友就去那个打电话找老板 就是我这时候发现一个问题 就是一个英语好的人 和一个英语不好的人交流 会非常有障碍 但是如果一个英语不好的人 和另一个英语不好的人交流 那简直是沟通无国界 我女朋友英语还行 但是她就下水到堵了 这种比较生活化的东西 她也解释不清楚 日本老板也听不明白 我实在看不下去了 我说我来我来我来 她一天后就说 You know 就是你们知道英语好不好 你说话先You know呢 You know My best room 下水 Underground water 我女朋友当时就像你们这样笑我 她说Underground water 你怎么不说你是Underground rapper呢 但是你们知道 那个日本老板说什么吗 那个日本老板说 Underground water you must 哥们听懂了 到了最难的地方 堵了怎么说 我当时想想 My underground water yesterday But today But today 蹲蹲蹲 静静静静 5分钟不到老板拿着皮穿就上来了 而且而且那个民宿 其实他的隔音非常差 我旁边住了一位外国人带了一小孩 全世界的小孩都一样 半夜不睡觉 往死吵吵 然后我就听下来就说 Daddy 后面我也听不懂 然后但是 然后他爸很有素质 他爸就说 Baby 结果小孩说 OK 我当时凭借我 仅听懂的三个英文单词和当时的语境 我分析出那爷俩的对话是这样的 爸爸我睡不着怎么办呀 宝贝 你要是睡不着啊 你让旁边那屋也别睡 好的 今晚咱们谁也别想睡 我忍不住了 我一定要出去跟他理论 虽然我只会一个词就是shut up 我为了让他听懂 我专门在屋里面拿着手机 听了三遍shut up的发音 出门之后 正好旁边老外也出来了 结果大哥是一黑人 我当时我杀的 我就说 Welcome to Japan 其实我出去玩的时候呀 我每次就是有个什么习惯 就我不希望让别人看出来 我就是那种第一次来的人 就显得很生涩 对什么也好奇 我特别希望就是让我显得这样 我对这儿很熟 我经常来玩 然后我甚至觉得 我不说话 我在日本街头走的时候 人们真的会觉得 我就是一个日本当地的哑巴 除了这点之外 就是千万不要去那种网红店 然后日本最火的一家网红店 就是周杰伦去过的那家奶茶店 我觉得那家店 就是在利用周杰伦 在骗中国游客的钱 那家奶茶店 他就在门口写了一排中文 只有中文写的 亚洲天王周杰伦爱喝的奶茶 然后他在上面放了很多小电视 就循环播放那首MV 就说好不哭什么什么的 我当时就心想 排队的估计全是中国人 我就说我们的钱就这么好赚吗 我能要是这样呢 我就在附近商场 我就找一个洗手间我包下来 我也写一个牌子 亚洲天王周杰伦来这儿上过厕所 我在厕所里安上小电视 也放周杰伦所有MV 你们上厕所也能看 然后之前人唱的 哪里有彩虹 你碰 Rinbo 谢谢大家 我是梅恩 大家好 我是皮球 感觉讲不好就要回去做运营工作了 今天的主题是被骗了 就是我是真的被骗了 前段时间我去了一趟俄罗斯旅游 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旅游跟团 所以心理准备严重不足 我们这个团第一次在机场集合的时候 我和我老婆当时就傻眼了 这个团二十多个人 除了我们俩以外 最年轻的是一个六岁的小姑娘 第二年轻的是这个小姑娘的奶奶 我说很奇怪 我说这怎么回事 我老婆说 我也很奇怪 没说老年团呢 就把海报找出来一看 确实是没有老年团三个字 但是有一行小字 今秋九月出国玩 不给儿女添麻烦 而且从一个细节 你能看出我们这个团的年代感 我们领队开始收护照的时候 有几位老奶奶 那是 拿开旅行包 取出小块包 拿开小块包 取出塑料袋 解开塑料袋 是手帕包裹者的包裹 解开这个包裹 里面是他的护照 我一看 太牛了 这还没到俄罗斯 就开始玩俄罗斯套娃 那我为什么跟团呢 确实是语言不通 可以这么说 整个团 我的俄语最差 即便是那些老年人 他们年轻的时候 也是学过很多 简单实用的俄语的 比如说你好啊 谢谢啊 实在喝不了了 饶命啊大哥 那么 我们团呢 有一位老奶奶 他后面还跟一位 俄罗斯大爷聊天 那大爷问他 我说他说啥呢 老奶奶就翻译 他问有没有老村长久 纯粮亮照 真才实料 我也听着吧 大爷的话 有品味还很懂客户 然后我们这个飞机呢 十个小时以后 到了俄罗斯 我们这个团 是由中国的领队 和本地的导游 共同带领的 这个导游是中俄混血 他都不用告诉我 他的家世 我都知道他混的是 中国哪的血 因为他对我们说的 第一句话是 前面干啥呢 我在飞机上 他酷量了十个小时的抑郁风情 被他一句话给我全毁了 哎 马大哥 斩送彼得宝 斩送彼得宝大教堂 那真是 嗷嗷嗷嗷的 看东北话学 这实是不打地的 太可好笑了 然后导游很快就让我们领略到了他俄罗斯的一面 因为大巴行进过程当中 他突然站了起来 咱们这趟行程啊 还有很多自费的项目 因为考虑到大家以后也不会来俄罗斯了 所以我就替你们做主 都给你们报上了 有谁不去的吗 不去的举个手 谁敢举手 都去哈 好 现在大家把钱准备一下 一般这个时候 我们都会期盼 有一个勇敢者站起来反对他 那天能指望的 也就只有我了 也不是说我有多勇敢 确实是因为车载行径当中 那些老年人他站不起来 但是我也并没有表示反对 因为我觉得这个钱应该花 这个钱花得值 你想啊 花了这个钱以后 命就保住了 是不是很值得 然后导游不仅有俄罗斯人的标函 还有咱们中国人的不见外 有一天在大巴上面导游就说了 下一个景点是列宾美术学院 说实话 也没啥好看的 你们就别下去了 听我给你们讲就行了 过了一会儿 大家看窗外 这个是莫斯科国立大学 都看到了吧 看到了哈 好 现在我们去下一个景点 所以我在俄罗斯 我就特别羡慕别的团 别的团是上车就睡觉 下车就拍照 我们是上车就睡觉 下车 你别想下车 有一天是这么度过的 早上九点钟 然后我们上大巴 三个多小时以后来到一个景点 景点待了两个多小时以后 然后我们由原路返回回到了酒店 然后导游说 今天我们一共参观了十一个景点 其他十个我都不敢说是参观 纯粹就是路过呀 而且我觉得这个思路真的很牛 而且没有必要到了俄罗斯再这样 我们在过去的飞机上就可以开始 大家透过窗户往下看 下面是本次行程的第一站 乌鲁木齐 乌鲁木齐一共有二十八个景点 现在大家一眼就可以全部看完了 当然这趟行程呢 最有意思的还不是俄罗斯 还是咱们中国的团 因为我们去参观一座教堂 教堂外面有很多鸽子 导游就说 这里为什么会有这么多鸽子呢 她本来是想说 因为那谁谁谁需要鸽子传递她的祝福 但是我们一位中国老太太 因为营养价值高啊 进了教堂以后里面有一幅画 画上是耶稣和她的妈妈圣母玛利亚 导游就说 这是大家非常熟悉的 还是刚才那位老太太 宋子观音 都说世界这么大 我想去看看 我想说的是世界这么大 抱团的时候多看看 谢谢大家 我是皮球 我很喜欢这个节目 我现在住在那里 能看到其他多国秀演员的表演 我很激动 但是我现在明白了 没有字幕的话 我都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 对于像我这样的心灵来讲 一开始的自我介绍是最最重要的 有些人在自我介绍的时候 会说一些简单的笑话 如果说的很有意思 就能给人家留下幽默的印象 总的来说 需要根据自己想给人家什么样的印象 来好好考虑自我介绍的内容 那我要自我介绍一下 大家好 我是今年二月来到上海后 已经好好被隔离的 安全的日本人 请多多关照 因为对我来说 给人家安全的印象 比幽默的印象更重要 首先我最近心碎了 像我这样的日本人来讲 中文的发音是挺难的 一个词一个词 我是通过查电子词典或者手机来决认 每一个句子的发音是什么样子的 然后好好练习后才上台讲的 但是我讲完了后 有些中国人对我说 你的中文很像手机里的Siri 看来我太依赖数码产品了 请大家不要问我明天的天气怎么样 我以前回日本的时候 是很久很久以前回日本的时候 我找朋友一起去吃饭了 那个时候我朋友问我 你已经会说中文了吗 我跟他说 嗯 简单的中文的话我都听得懂啊 但是我朋友一副不相信的样子 因为我朋友以前也考过我 坐在旁边的中国的旅客 他们在聊什么 你听得懂吗 那个时候我答不上来了 所以我想拜托大家去 明古旅游的时候 请尽量别用广东话 其实跟中国人一起去过KTV的外国人 都会以为自己听不懂的中文 都属于广东话 没想到今天来自广东 他脱口秀演员也太多了 我朋友最近开始学中文了 快要学一个月了 他特意拿出来的中文的课本 然后就开始考考我的中文水平 但毕竟是初级的课本 内容都很简单 小林 马上给你是什么意思 我回忆了一下 人家跟我说这句话的时候 他们过了多久把东西给我 就说 大概五分钟以内 或者明天给你的意思 谢谢 还有我考试的时候 第一次听到了我朋友的中文 他的中文的发音 果然还是有很重的日本口音 有可能大家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人 我想问一下 大家见过日本口音很重的人吗 看起来好多人见过 大家给我一点点面子行不行 刚开始学中文的日本人 碰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支持式的发音 我们 嗯? 刚开始学中文的日本人 碰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支持式的发音 我们刚开始的时候 是发成细 扎发成加 所以如果有难过的事情 说我扎心了 也会变成我扎心了 人家跟我说太好了吧 因为在日本学的话 这个口音的问题无法解决 我想说标准的普通话 所以我来了上海留学 上海 有可能我去北京留学的话 我的发音会变好一点 你在哪里学了中文? 我吗? 北交 真的 真的好帅 外国人用中文的时候 最担心的是 自己说的中文有没有被人误解 但是这种语法上面的问题 外国人跟外国人用中文交流的时候 根本不用担心 因为双方都不太会讲中文 用不着那么考虑说话的方式 我留学的时候 同一班的外国同学问我 小林 你家有猫咪吗? 我说 嗯 我养过猫咪啊 然后她说 养过 所以 已经死掉了 虽然讲的不太合适 但是我也能理解对方这么说 不是故意的 所以我也不会在意 我留学的时候参加了一个活动 和一个在北京留学的日本人 有过异方交流 我想确定一下 在北京留学的日本人的口音 是什么样子的 为了让她用中文 我故意用中文问她 你是不是觉得 在北京留学的话 我们的发音会变好一点? 她说 嗯 我觉得 嗯 我觉得 嗯 我觉得我的发音也算是不错 我跟她说了 对不起 我好像不明白你在说什么 谢谢大家 拜拜 欢迎来到我的直播间 每次我开播了 喜欢的双击点个关注哦 今天跟大家聊聊乒乓球 你们可能觉得奇怪 中国乒乓球那么厉害 怎么找我来讲这个透口秀 那是因为中国乒乓球有多厉害 没人比我更清楚 你们最熟悉的那些大魔丸 王楠姐 伊宁姐 还有刘世文丁丁等等 我跟她们都交过手 怎么说呢? 她们确实很厉害 而我很励志 我每年都会来中国训练 我的教练袁姐是个东北人 我的普通话就是她教的 但是我一开口大家就笑 我还纳闷 这干啥呢? 没办法 东北话太洗脑了 每次训练要回国 我每次都得好好捋一捋我的日文 来中国这么多年 中文班没报到 差点报了日文班 我发现用中文来 训练乒乓球特别合适 比如说拉球 日语只有拉这个字 但中文能分得非常细 拉球有勾 有撇 有钓 各种不同的技术 还有搓球 削球等等 非常难 有时候练得不好 圆姐生气还要说我呢 信不信我削你啊 我说圆姐 你先别削 你先拉我一把 中国平台有句话 流水的大魔王 铁打的非爱 这体现了大家对我的喜爱 非常谢谢 但大家可能理解不了我的心酸 四代大魔王 埃哥出现 我奉险界 横跨了我整个运动生涯 不是我狂啊 但我真的很想跟他们说 你们能不能一起来啊 太可爱了 太可爱了 这么多大魔王 我最怕的是楠姐 有段时间 我比赛 抽签总抽到楠姐 我跟她说 楠姐 我怎么才能不抽到你啊 她给我了一个信誉钥匙链 然后我就真的没有抽到楠姐了 开始抽到张一宁 宁姐了 这什么信誉钥匙链啊 楠姐是给完我一个 反手给了宁姐十个吗 北京奥运我对着宁姐 被一路吊打 打到0比9的时候 我心态都快崩溃了 然后宁姐不小心 应该不是不小心 就是故意的把那个球 打到那个桌子底下去了 我才终于拿了一分 怎么说呢 宁姐是用了十分的工运 给了我一分收获 我来中国修炼这些年 交了很多好朋友 我非常感恩这段经历 中国乒乓球很开放很包容 大家都没有把我当外人 把我当朋友 当情人 限制把我当成国家队的编外人员 总之没有把我当对手 在我人生中 最低估的时候 也是中国朋友们给了我最大的支持 我一直都觉得中国就是我第二个故乡 有你们的支持 我一定会开开心心的做下去的 咱们东北人就是这么乐观 最后我想说 作为运动员 我从来都没有送谢过 那个季军我也是付出了很多努力 才拿到的 乒乓球运动 让我收获了真挚的友谊 收获了运动的快乐 收获了球迷的支持 也锻炼出了获达的心态 可以说除了冠军 我什么都得到了 如果你说哪个冠军跟我换这些 我会说我不换 你直接给我吧 哈哈哈 好了 感谢家人们今天对我的支持 现在我要送出我的直播间福利了 一副由我天明的那个乒乓球拍 让我看看 让我看看你今天的朋友更热情 好 好 那就从前往后数看一下 第五排 第二座的朋友 就是你了 好 好鼓励送完了 透口序也讲完了 老铁名 我下播了 谢谢大家 我是福岩爱 哈喽大家好我是星月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出来 我其实是个外国人 你知道我们外国人有社保卡吗 哈哈哈 哈哈哈 有 贼开心 哈哈哈 那它上面写的是我们的英文名 肯定是因为有太多的外国人 给自己骑的中文门 中文名过于 有个性 我见过叫石库门的 叫马卡拔卡的 还有姓帅的 叫帅老外 哈哈哈 哈哈哈 但是外国人最喜欢起的中文名 还是带笼字的中文名 真的 我什么龙都见过 哈哈哈 黑龙 白龙 石天龙跟他爸石飞龙 那个叫马卡拔卡的朋友 才来一个月改名叫马卡龙 哈哈哈 上次还有一个老外 他让我帮他起一个中文名 他就俩要求 第一 带笼字 第二 有中国特色 我想想 中国特色 那就 寄出同龙 哈哈哈 但我自己的名字我觉得还行 我叫星月 因为我想做一只来自星星 大概就是快乐的女孩子 嗯 嗯 哇 但是现在我又想一想 我觉得 这个名字寓意不够深 不够高级 所以我要改名 不叫星月 叫星龙 哈哈哈 然后我要姓生意 然后祝大家生意星龙 哈哈哈 谢谢大家 哈哈哈 哈啰 哈啰 大家好 我是李正炫 我感觉应该挺多人不熟悉我对吧 哎呦 没想到还这么热情 果然是浩克山东啊 确实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 大家都叫我七位老公 因为七位比较红嘛 去年我参加节目之后 大家说七位老公也开始红了 然后叫我 红七公 哈哈哈 没想到 外国人也会讲血音梗哈 其实脱口秀呢 我看的挺多的 但自己讲是第一次 有一点紧张 我不知道看 看得出来不 啊 还要用中文 我一开始就跟导演说 这个我真的来不了 但导演说 反而我们要请七位老公 你来不来都行 当时我就被说服了 很多人都好奇 我的中文是怎么练的 其实我就是多跟七位聊天 刚认识的时候 我就每一天给他打电话 打四五个小时 他说中文我说英文 那时候我们还没有共同语言 现在 我们只要不在一起 每天还要打一个小时电话 一天不打 心里空唠唠的 没办法 中文 真是学武至今啊 除了多聊天 平时还会给他 制造一些小惊喜 有一次他生日 他出门工作去了 我就在镜子上写 HAPPY BIRTHDAY 我爱你 我还怕他不喜欢 我还用了他最喜欢的口红 他回来看到 骂了我一顿 用了他最喜欢的方言 你个呱呱子 其实我们也会吵架 很多夫妻吵架 通常是不了了之 怕像感情嘛 但我不这样 我觉得夫妻吵架 一定要把事情说明白 双方反而不会有抱怨 所以我们吵架 我一定要当天BATTLE清楚 否则我睡不着 真的睡不着 睡客厅太难受了 当然我们不会什么事都吵架 比如我们 就没有因为过年的事情吵我家 从来没有说 今年去你家呀 明明去我家 因为我都是猪塔家 他妈妈也特别喜欢我 因为我打麻将老书给他 一开始是不会打金像输 偶尔赢一点 后来 我终于学会了 就再也没有赢过 不改 有人说 我为家庭做了很大的牺牲 其实也没有输多少了 大家都知道有一段时间 我是在家带我女儿Lucky的 待了有五年吧 从 变成 奶爸 压力肯定有 但也还好 我去幼儿园开家长会 大家都挺喜欢我 经常会跟你去妈妈姥姥 围成一圈 手牵手做游戏 老师还特别热情 说 来Lucky爸爸 举手 晃动 一起来 其实 今天有这样的 通过视频不在现场 是有一点 有那个距离感 我觉得 朋友们 跟我一起举手 晃动 你们体会到我当时的尴尬了吗 其实我不觉得男人在家带孩子有什么不妥 这只是一个家庭的风格不同 谁做什么不重要 互相理解是最重要的 这么多年 七位一直非常理解我 他说是因为我爸家里照顾得很好 他才能安心在外面工作 他说出这句话 我也能继续安心大麻将了 开玩笑了 其实那几年 我有做生意了 七位是成都人嘛 他也非常爱吃串串 我就开了几家串串店 生意也非常好 七位来了 都要派对 我就跟七位说 老婆 我再开一家专门给你吃 看得出来 我是正当过老板的 灰花饼 豆花老婆饼 去年哥哥那个节目组来找我的时候 我还犹豫要不要去 他说你一定要去 早日复共复产 他还亲自帮我选歌 选了那首天上飞 表演效果也很好 网友们也很喜欢 说我是斯文败类啊 还说终于体验到了七位的快乐 我想说 七位的快乐你们根本想象不到 你们只是看过我唱歌 你们都没有看过我 拖地呢 现在我的工作也多起来了 但我不会借那种长时间在外的工作 我还是想多一点陪伴他们 现在我二宝也很快就出来了 真的很期待 每天一收工我就急着回家 朋友刚想 叫我 他皮就吃嘎了 一转身 我忍就不见了 怎么说呢 不 根本拉不住 谢谢大家 我请李江炫 不光每个人都能说五分钟出个秀 每个人都能说五分钟出个秀 讲得很好啊 我们把那个李承轩这样幸福的榜样 往后放 其实因为前面调侃了很多我们公司 婚姻不幸啥的 再次强调啊 那个只是我们个人的原因 还是希望大家勇敢地走入爱情 这个我的祝福你们爱听不听吧 就是